内地已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,由于事前保密出息,加上宣布后翌日,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便完成工商注册,北交所负责人及中证监有商计举行吹风会。 介绍长情,让外界感到意外之余,亦令人意识到中央对新三板升级的决心。 早在2006年,新三板开始于北京高科技中心中关川的企业中运行,为成交量极小。 2013年,中证监将规模扩大到全国,企业进入新三板的门槛很低,主要硬性指标仅为经营满两年,同时没有升跌幅限制。 因此价格变动很激烈,对入场投资者亦设置较高门槛,主要是专业投资者,所以整体活跃度不高。 将要成立的北交所会在新三板的基础上改革而来。 中证监表示深化新三板改革,设立北交所,主要是为资本市场更好支援中小企业发展,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和新形势下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,因此已现有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。 早见北京证券交易所,进一步提升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,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,相信随着北交所成立,上文提及的问题将逐渐改善。 北交所亦为资本市场带来重大意义,一方面打造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专业化平台。 另一方面探索完善契合中小企业特点的制度安排。 最后是形成支持中小企业持续成长的市场服务体系。 也使中小企业增强公司治理意识,公众公司等意识,为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积蓄力量。 虽然中证监表示,北交所跟护深两地交易所会错开发展,但市场对此仍然十分好奇落实方法,若按地域及服务对象区分。 有市场人士认为,上交所针对长三角,定位硬科技企业,深交所主要服务大湾区,定位新经济企业,北交所将重点服务经浸企地区。 乃至整个北方,定位创新型中小民营企业,内地三家交易所将各自服务不同区域,不同类型企业,将为内地企业及资本市场带来更精准配对和资本支持。 每次成立证券交易所,都会带来投资机会,筹组北交所消息公布后,新三板精选曾个股大升,预期亦会利好内地上市的券商股,不过内地风投股二升跌甚急,投资者必须谨慎看待。